1981年7月3日 台湾发生震惊国内外的陈文成事件 才31岁 刚当爸爸的美国卡内基美龙大学数学系教授陈文成 在被警总带走后 城市母校台湾大学 陈文成事件留下许多疑团 除了至今仍会找到凶手 因事件而衍生出的许多问题 也凸显了过去中国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各种荒谬 陈文成家属 当年希望成立陈文成基金会纪念他 却被国民党以民安未破为由拒绝登记 在家属不断争取下 也只能在1990年 以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为民立案 一直要到2000年政党轮替 民进党陈水扁政府上台那一年的7月31日 也就是命案发生19年后 基金会才得以证明为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 陈文成1950年书生 和前总统马英九与陈水扁同年 他从小成绩优秀 建中毕业后考上台大数学系 在同学院中 陈文成各系爽朗又喜欢运动 大学毕业后考上台大数学研究所 半年后又拿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提供的奖学金 到美国留学 并陆续取得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28岁就成为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1980年代 台湾人民正热切向中国国民党独裁政权抗争 争取民主 当时正在美国的陈文成 仍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发展 并在海外替美丽岛杂志募资 却因此遭到海外廖北亚打小报告 被请制单位盯上 1981年5月 陈文成和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儿子 返台探望家人 但他家人到墾丁湾时 差点发生被自杀的政治车祸 陈文成要返回美国 也被国民党政权干预 一直拿不到需要的证件 7月2日 警备总部将他带走 隔天凌晨 他被发现成是于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 警备总部当时面对质疑 说陈文成是因为曾经资助过美丽岛杂志 有叛国的嫌疑 所以才会畏罪自杀 根据家属回忆 命案发生后的几个夜晚 还会接到无声的电话骚扰 陈文成的父亲陈廷茂 在悲痛下 任于1984年到美国巡回演讲了135场 演讲时 身上总是带着还我真相 还我儿子的板子 2011年 事件发生了30年后 台大师生 校友展开联署 希望在陈文成遗体被发现的图子系馆旁 设立纪念碑 台大研究生协会 台大学生会 2012年也在台大校务会议上 提案设立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和纪念碑 但许多拥抱国民党党国价值的台大教授 却不断用各种方式阻扰 现任台大文学院院长 土字系教授黄木轩 甚至曾经用女学生怕鬼这么离谱的理由 来反对设置纪念碑的提案 历经超过10年的争取 成文成事件纪念广场 终于在2021年2月完工启用 然而 广场矮墙上的洛坎文字 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 与提及情治机关监控 促转会报告 等来说明事件经过的说明牌文字 却被以大家自己会Google 太政治 等理由封杀 所幸 在学生不断争取及外界支持下 今年3月也都全部落成 成文成命案至今未破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伸手是谁 但我们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留下记忆 让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知道 成文成博士只因为支持民主 就被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情治单位带走 面对独裁者特务的训问 他仍坚持说出他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然后再也没有回家